今天晚上就圆房 我 我去 不是 妈 妈 等等 这怎么的 也得先领结婚证吧 先圆房 再领证 也不迟啊 妈 那是程序 你跟许婷是什么程序啊 妈 没事 我哥心里有我 我今天晚上保证跟他圆房 太好了 太好了 傻伙 我觉得我哥是 天底下最好看的男人 这姑娘是谁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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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 我就是上回在你们家门前 晕倒的那个姑娘 上次不是是个小伙子吗 怎么变成姑娘了 就是了 就是了 阿姨 我是个女的 来干吗 我是我哥的妻子 郭盛 怎么回事啊 出去 出去 郭盛 给我来 郭盛 干什么呀 帮她进来 出去 阿姨 叫我 你出去 给我出去听见没 出去 这个家我说了算 妈 你要让她坐这儿呢 那我出去了啊 郭盛 你干什么 你去吧 你坐着 讨什么乱七 别理她 这个家我说了算 说 你说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天 大马的马天 我叫醋的天 哪人呢 毛羊山人 那你跟我们家国生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去年在坟地 不对 是那个 友谊商店门口认识的 等等 你说坟地是什么意思 许婷的坟地 许婷的坟地 就是国生哥前妻的坟地 前妻 我哥跟许婷没结婚呀 没结婚 那坟地在哪儿啊 在海边 行了 不说了 那个 那你 为什么说 是我们国生的妻子 阿姨 不 我应该喊您妈 滚 妈 那个 哥她答应娶我了 不是 不是 你先等等 你先说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好 大姐 我跟我哥 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姐呀 我知道的可多了 你是大姐李国平 大姐夫陈肖泉 大妹子李国悦 大妹夫刘 刘全友 刘全友 对 那个 我哥平时老在我面前说 我 你记住了 你接着说 我爱听 妈 我跟我哥是这样认识的 后来她说 只要你在许婷的分钱守一晚上 我就娶你 我守了三个晚上 然后她没来 我就晕了 再后来我就找到你们家门前 我又晕了 妈 我没说过要取胖啊 那你还给我熬鸡汤了呢 你回家熬鸡汤 我就觉得有事 妈 这是好事 这说明 我个心里有我 行 小妈娘 你就在这儿胡说八道 大舅哥 你别插嘴 妈你接着问她 老天 那你家里人都好吗 都在哪儿啊 都死了 我是孤儿 在山里没人管我 我就跑城里了 哎呦 真是的 你就胡说八道吧 你那会儿跟我说 你爸赌博把你卖出去 怎么你你又成孤儿 你们家一家都死了 你闭嘴 把我们家那几个鸡蛋都给炒了 好 好 天佑 妈 我去买酒 哎呦 真是我的好女婿 快去吧 不用买 我床里有两个好酒 我给你拿去吧 是吗 快去 就嫌不热闹是吧 太好了 郭月啊 妈 我猜不出你要什么 你得吩咐我 把你结婚时候 那件新衣服给我拿出来 让你小嫂子换上 妈 你那次现在就要拜天地啊 今天晚上就圆房 我 我去 不是 妈 妈 等等 这怎么的也得先领结婚证吧 先圆房 再领证也不迟啊 妈 那是程序 你跟许婷是什么程序啊 妈 没事 我哥心里有我 我今天晚上保证跟她圆房 太好了 太好了 傻伙 我 我怎么这么高兴啊 不是 我跟你们说啊 在我们部队 国声知道 是吧 有一句话骂出一媳妇的 有一脚踩出一媳妇的 今天好了 今天有一个主度 送上门的媳妇 齐活了 高兴啊 高兴 妈 哄您开心 来吧 准备啊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好 圆房吧 哎 哎 哎 干什么呢 护床 护什么床 跟着 哎 干啥啊 把这衣服赶紧换上 趁他们睡着以后 赶紧走着 我不换 我穿这身挺好看的 赶紧换上穿你身上都不上样子了 我不去啊 我哪儿也不去 我现在是你媳妇 我得给你上一课啊 懂法律吗 不懂 婚姻法知道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这拜拜堂热闹热闹 就是哄老太太开心 你还当真 你以为旧社会那一套还管用啊 现在 人结婚得要结婚照 咱俩打招了吗 干什么你 你要是叫我走我就喊 我哪儿也不去 你刚喊我抽你 你抽死我我也不走 给我耍横子是不是 嗯 你根本的你á 快来 一cı 押ni 你要咋跟我闹啊 我得被你扔住 你呀 好 松开 松开 小姑子 小姑子 起床吃早饭了 好 起床了 烦死了 让我睡会儿的 赶紧起来啊 先睡会儿 不起来是吧 别在这儿闹了 你让我再说 不起来我亲你了 不起来吧 我起来吧 饭都做好了 快 我被子给了 快 你一直做我自己的东西 不起来 不起来